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听到今天的节目的时候 应该是周边的气氛很紧张的时候 所以我选择来跟大家谈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小说 那么谈小说的话就要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这是新经典文化的副总编辑梁星渝 星渝好 彭音师好 听众朋友好 我们今天谈这本书其实之前 他这是第二本在台湾有一本的小说 就是平野奇异郎他的作品 那这次的新作是叫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 那上一次大家应该也记得我们介绍过 他的日间演奏会散场时 然后我其实那时候是真的为这个作者感到惊艳 因为他写的东西就是乍看之下就是啰啰嗦嗦碎碎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聊 可是他里面会写到一些东西 或他对于人的那种 就是就像在你周边的人的人性的描述 其实是很有重量的 所以这一次这个作品 其实又是一个蛮新的题材 我们等一下可以跟星渝聊到 他还是有他一贯想要表达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介绍小说的时候 就是每次都这样嘛 这个访谈技巧就很高 你又不能访完了之后 大家觉得不用看了 对不对 所以星渝的压力总是比我更大 因为他要负责销售的这个法官 没有 因为我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好 我先请你介绍一下 就是这部作品在出来之后 你觉得台湾的作者 可以从平野奇异郎的作品里面 看到一些什么 其他的作者没有或不常有的东西 对写作者来说 就比较复杂 因为每一个写作者 自己有自己的路数 但是我觉得从读者的角度 可能单纯一点 就是在平野的 平野是一个 平野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人 就是他的上上一本 我们会说他是 可能很多人会说他是恋爱小说的路数 就是以爱情故事为主 但他当然不是纯粹的恋爱小说而已 那这一本呢 如果我们用一般我们最分类的想法的话 他可能就会是比较是推理的小说 或者悬疑的小说 对他有点悬疑 对所以 所以他在 也可以说就是他的这两部作品都有 在大众市场里面比较 比较容易辨认的形态 但是他是借传奖的得主 他是以文学 纯粹为主 或者是以纯粹为自负的一个写作路线的时候 尤其他在日本有一个 我们都会拿来开玩笑的 就是他是 他们都叫他是三岛游肌肤的转世 日本人是这样讲 哦不是传人是转世 没有没有没有 他没有传给他 对对对没有传到 对 然后那这件事情 因为三岛游一些文笔是非常华丽的 非常繁复的 然后 可是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的华丽 我觉得平野没有那么 还是这个时代的华丽 跟那个时代的华丽 毕竟已经不同了 我每次 这次其实很想带日文版来给你看 他日文好难看 好难懂 是 很难解 就是他的日文 应该是说你懂日文的人看 不会看不懂 但是你要翻出来就很难 哦 所以他在句子跟结构上 也许在行文的这个运质上面是 很精致的 我想是这样可以想象 或者不一定是精致 就是他有很多 他很特别的写法 比如我们在中文 稍微留意一下 你会发现他会用 负面在 反面在反面 否定在否定的句子 那这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 这是不是翻译没翻好 你就直接讲就好了 不一样 反面在反面 跟直接讲的意思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口气不一样 然后他要强调的东西不一样 但他在原文里面 很多这样的东西 然后所以在那个 我们每次做他的书到后面 因为他的小说 不管是这一次的 比较推理的类型 或者是上一次跟爱情 比较有关的题目 都有就是刚刚你讲到 他想要提出来的 对于人跟人的关系 或者人生里面 有很多无奈的事情 他有他的 想要大家特别看到的东西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一部的背景好了 因为你们在介绍书的时候 也其实有说出来嘛 总而言之就是 有一个人的老公死了 对 然后死了之后 他联络了他 因为之前有恩怨 对吧 所以没有 据说没有来往的家人 因为这个太太 跟他结婚的时候 所听说的就是 一个他丈夫跟家人 为什么不联络的故事 也就是家人 就是这个太太 是不认识先生的家人 可是联络了之后 跑来一个哥哥 然后讲了半天话 进到这个灵堂之后 一看照片说 这是谁 对 不是我弟弟 这样子 然后他就 他就拖了一个律师 去 应该说开始去探访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的一个开头 其实乍看之下 会觉得蛮戏剧性的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 他铺陈的内容 例如说 这个太太 他本身的经历 然后他跟这个人是怎么相遇 然后他所生活的空间 你就会觉得 他又非常的合理 然后因为在这个合理性上 所以会带出来一种 我觉得其实还蛮深的 蛮深入心灵的一种 质问 如果是你 你要看到什么 所以欣宇你 你觉得他在 他想要写些什么东西 我读到比较 我用一个简单的分法的话 我会觉得这本跟上一本的不同 上一本比较聚焦在爱情的看待 这本是家人关系 家人关系 就是刚刚你提到的 那个 已经死掉 其实从后到后 他都是死掉的人 这个故事里面 然后但是透过他太太的描述 透过那个不是他哥哥的人 对他的怀疑 然后以及律师探访的那个过程 律师其实是 这个故事的一条主线 那他在 他在 他受这个 这个太太叫做李芝 然后他受这个李芝的 的请托 所以他开始找这个 他的李芝的先生 李芝的先生的名字叫 谷口大佑 那这个谷口大佑 真的有这个人 可是并不是李芝 一起相处生活了 那么多年的人 所以到底 谁是谁 那对李芝来说 是一个你爱过 几年 然后生了小孩的人 就突然发现他 不是你 不是他告诉你的那个样子 也就是说这个人 他他谎称了他自己的过去 应该说他 他借用了另外一个故事 可以这样说吗 对对对 可是当时李芝不知道 李芝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是 是他骗我 他不是那个谷口大佑 那他到底是谁 那在 那后面才是这个律师 走访查探的过程 对 那所以在那个水落石出之前 李芝的疑惑都是 那这个人 我们的爱情还是真的吗 我们过去相处的这几年 还是真的吗 可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小孩 在这里 然后他对我跟我前夫的小孩 也很好 那所以这里到底是什么 这一段关系是什么 然后有一个让很心碎的事情 因为这个李芝本来 李芝跟谷口大佑是第二次的婚姻 他第一次婚姻里面有两个小孩 那老大还在 可是老二很早就夭折 那老大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很成熟的心情 可是他后来在 在发现这个 这个国大佑走了以后 因为在日本人是 结了婚就要重复性 所以呢 爸爸过世之后 小孩的性就要改回来 重复性 所以这个 这个老大就有一天就哭了 因为他其实一直都非常表现得 非常的沉稳 可是他哭了以后跟妈妈说 他可不可以不要改姓 为什么爸爸过世之后 小孩子要改回母姓 不就是一直信着爸爸的姓吗 因为妈妈知道 爸爸不是谷口大佑 所以我说没那么简单啊 并不是说爸爸死掉 他要改回妈妈的姓 而是他们发现了爸爸 根本 也就是说他们的爸爸 所拥有的姓也不是谷口 应该这样吧 可是小孩还不知道 对 那个儿子还不知道大人的世界这么复杂 只知道妈妈要他改姓氏 然后所以小孩子就很难过的 跟妈妈说可不可以不要改 因为他觉得如果他改了那个姓氏的话 他就不是谷口大佑的小孩 他就是他原来那一个很糟糕的爸爸的小孩 那他之前跟丈夫 第一任丈夫离婚之后 他还带着 带着小孩 不是前任丈夫的姓吗 没有 那这样子如果小孩子改回来 跟妈妈姓 应该是跟外公一样姓啊 不会跟以前的爸爸一样姓 不是 他的姓氏会会改回来 五本没有错 他叫五本理智嘛 他会跟妈妈同一个姓氏 可是对 那个儿子要讲的 其实不是姓氏归属 姓氏是心理上的归属 所以他就变成 他就变成是没有爸爸的小孩 没有谷口这个爸爸了 对 没有那个号称谷口的爸爸 对他来说 他还不知道这个 他的爸爸不是真的叫谷口大佑 可是他喜欢这个第二任的爸爸 他第一任的爸爸是 他第一任爸爸 他们夫妻两个会分开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第二个小孩 因为生了病 然后癌症的过程里面有误诊的过程 可是其实当时要做一个切片检查 可是那个第一任丈夫非常的自负 他觉得不应该要让这个小孩 为了要确诊是什么病 要做那样那样的切片 要承受那样的痛苦 所以小孩就一直在化疗的过程里面 最后很痛苦的发现 其实根本不是一开始医生判断的那个病症 所以等到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回天发术 所以这个理智没有办法原谅他的先生 那这个长子 刚刚讲的这个长子叫忧仁 他看着这些事情发生 他觉得他知道父亲跟自己的关系是疏离的 然后他知道妈妈疼爱的儿子 或者他自己也疼爱的弟弟过世了 他应该要非常的懂事 可是他没有办法承受的是 骨口大幼也过世了就算了 骨口大幼的 他的姓氏也要被改掉 那他就回来 他如果回来改了跟妈妈同姓 他就会觉得 那个骨口大幼是他爸爸这件事 好像从来没发生过 你说到这里其实 我其实在想很多的层次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去看小说的时候 会看到说 那个描述 夫妻因为小孩生病 然后观念不同 最后小孩走了之后 两个人也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 那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读 我还是觉得他有很多的模糊 因为我一直觉得那里面的过程 就是说 我其实那一段我反复读了好几次 就说 先生觉得可能不用做那个切片 那反正就是照他们医生本来想象 可能是的那一种东西去治疗 他觉得医生说治愈的机会很大 所以他就相信了那个治愈的机会很大 所以我看起来的意思 虽然我真的觉得有点困惑 我看起来的意思 不知道跟你看的意思一不一样 就是太太觉得说 如果当初做了切片 你就知道根本不是医生讲的那个东西 而真正的那个 他得的那个病 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所以我理解上太太的意思是说 根本不用让他那最后的生命 那一段时间 承受那么多的痛苦 因为那些是不需要的 那所以我其实在想说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说 先生错过了 我的意思是他安排的这个桥段其实很有玄机 就是说并不是说先生的固执 造成这个小孩死亡 而是这个小孩无论如何就是会死亡 只是因为先生的错误判断 让他死前的一段日子白受苦 对可是妈妈受不了 小孩受不了 对我觉得这个他故意安排这个事情 我们等一下可以回来听听看 跟这整部小说的轴线 我觉得是有着某种呼应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他并不是误诊去害死这个小孩 而是无论如何都要死 前面的日子怎么过的意思 所以是这个人怎么前面怎么过 是有意义的 OK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好这里是灯绘文时间 我们和新经典文化副总编辑梁星渝 谈的是作者平野奇一郎那个男人 换你说了 刚刚我已经说了 我对他的那个想象 就是这个 我再回到刚才那个点 就是所以你会看到说 其实这是一个蛮 你一开始可能不觉得问题那么大 你仔细去想 我们身边所来往认识的人 或者是家人 你需要确认他告诉你的过去 也就是说他的来龙那么重要 你才能够在去末那边感觉到一个 我不知道是一种安全或者什么 其实这是蛮 我觉得这是其实很幸福的人 才能拥有的事情 你知道吗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例如说在动乱的年代 例如说在世界大战的时候 或者我们也有过那样子的历史 你在动乱的时候 你遇到一个人 你不是说跟他在同一个公司上班 跟他从一个学校毕业 还可以叫他拿毕业纪念册出来核对 然后可能也身份证系统 什么都乱七八糟的 那你就问了他说你是谁 他给你一个名字 跟你说从哪来 以前是做什么的 其实你真的能够掌握那个事情的真实吗 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个很深层的东西是 那如果你跟我是很亲近的人 你很爱我 你会想要对我坦诚 所以坦诚变成了一种 爱的基础吗 或者是说家人之间要互相给出的东西吗 那个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从小说 从我们阅读小说的脉络来看 因为谷口 谷口这个角色一开始就死掉了 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谷口心里面的痛 我们会从旁边的资料收集 你可以揣向谷口是什么心情 那故事的后面会告诉你 谷口大佑 就是这个理智的真实的这个先生 到底为什么要冒充谷口大佑 那他是一个坏人吗 还是他其实是有难言之意 我可以透露他的确是难言之意 因为如果是坏人就不是 不是平野其朗那么容易写的小说 那但到底什么样 所以有第一个层次是 什么样的人 或者是你碰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想跟你的过去彻底的话切开 我不要是梁星雨 我不要是新一点的副总编辑 我不要是我所有 我的累积 今年累月累积起来的专业的强项 什么都不要 我要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那一定有一个很深层的东西 才要让我们做这样的决定 我们有时候会因为 比如说谈了一场不太好的恋爱 就希望这辈子没认识那个人 很多人 不是很多人去改名的时候 经历过蛮重大的事件 人会去改名 可是我觉得那样的改名是一个期待 是期待我 我透过这个新的名字 我有一个新生 但是我回家还是回同一个家 然后我还是跟 我还是跟我旁边的同事在工作 只是我希望他叫我新的名字 我希望他可以带来新的未来 但我跟过去的东西 并没有一刀两断 完全不认识的阶段 那那个 第一个是那个层次 第二个是 因为你换了一个新的身份 事实上这个假冒的骨口大忧 他到了新的城市生活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生活状态 他不太跟人交往 他并不是顶着新身份 很招摇的过日子的 不是 所以他跟李芝会在一起 会谈恋爱完全 我猜想是他没有想到的事情 那他进入了这个婚姻之后 就是你刚刚讲的 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很自然想要跟他坦诚 他跟他在一起 那三年的时间里面 多少时间要经历这样的挣扎 我要不要告诉他 我真实是谁 我如果告诉他之后 结果会怎么样 我就有在那个谍报员的电影里面 看过这样的情节 对对对 类似FBI常常有这样的事 那换另外一个角度是 他后来过世了 他完全没有机会 把这个事情自己讲清楚的时候 对李芝来说 他尤其在一个 帮他办丧事的状态下 突然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还带着他跟骨口大忧生的 李芝的第三个小孩 一个小女生 那他要怎么确认 他过去三年多 四年认识的这个人 这个对他好的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如果他不是他描述的那样子 那他跟我之间的东西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最挑战的地方 就是你跟这个人 实际的生活了三年嘛 然后这三年当中 他是什么就是什么 跟他背出来的故事 有什么那么必要的关联 但我知道人都会觉得 这个关联很大 可是我觉得这有就是 作者试图在让你看到地方 所以他用那么多的环节 去拼凑这个寻找答案的过程 可是你会看到 在这个寻找答案的过程当中 人不断的被逼问说 那你到底要找什么 还有一件事情是外部的看法 也就是说 如果我的先生 跟我在一起三年 然后发现 大家告诉我他不是那个人 然后所有身边的人 会告诉你被骗 虽然我觉得 我们三年过得好好的 可是我好像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 他的骗我不是恶意的 而且我也没有答案 我觉得那是一个好奇 对不对 就是说 或者心理上的 你只知道这三年的他 然后当然啊 夫妻之间你也不知道说 他跟你相处的时间之外 他在想什么 他在做什么 所以如果这里面有欺骗的成分的话 你会觉得说 其实这三年你也不拥有全部的他 是 这三年里面可能有很多时候 他脑子里面运作的东西 其实是对你有所隐瞒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可怕 但他也挑战了 人个人或者我们想象的家人里面的 个体性 或者分别性 就像欣宇刚刚提到的那个背景 其实这个被用来当身份的 这个谷口大佑 就是这里面就是有个谷口大佑 这个人的故事 那这个人的故事里面 其实是有个非常冲击 而且每个人看到心头都会很纠结的事件 那在这个事件里面 你能看到说 一家人 父母 然后跟两个儿子之间 好像应该是 他好像不止两个儿子 谷口跟哥哥 他们还有姐妹吗 他们是不是 他是不是还有姐姐 不是重要的 好 所以总而言之 你会觉得一家人之间 好像应该是非常亲近 可是你从不同的角度 例如说那个哥哥 叙述了一些他对弟弟的看法 然后这个弟弟告诉这个李芝 他经历的是什么 然后甚至他们可能 还找到了真正的谷口大佑 的前女友 那他也有听过一种版本 那你会发现说 家人之间有这么多的算计 可是你有觉得非常熟悉 你也觉得那个事情 放到任何人的家里也是 也是 我觉得熟悉这个感觉 最让人心里难过吧 其实我以前在医院工作 那种情节看得蛮多的 我相信 但是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又快要过年了 每次到过年的时候 家人的关系就是最容易被拿出来 接受挑战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情节可以跟他讲吗 可以讲 就是 是这样子 因为谷口大佑这个人 在他们家其实是做老的 老的温泉旅馆 就是很知名的老的温泉旅馆的生意 那他有一个哥哥 然后这个爸爸 其实说起来家庭成员不复杂 然后爸爸呢就很喜欢长子 我其实看了小说 我才知道日本人有这个 就是对于长子的 总觉得长子是要继承家业的 就长子控啦 就真的是长子控 对他非常喜欢他的那个长子 从谷口大佑的角度 谷口是第二个儿子嘛 所以可是他是一个认认真真 希望得到父亲赏识 但是父亲眼睛里面只有哥哥的人 然后可是这个哥哥就完事不公 然后呢就比较 比较滑头 比较懂得那个避重就轻的 不担责任 那谷口就很认真的 希望努力做哥哥逃跑 所落下来的事情 然后希望得到父亲的肯定 但是后来 其实哥哥不想要继承家业 就离开家里 然后弟弟就很认真做 可是哥哥 爸爸希望的还是哥哥回来 所以有一天 哥哥在外面混得不太愉快的时候 就回来说要继承家业的时候 爸爸就把家里交给他 然后后来爸爸生病了 肝脏肝脏需要移植 那家人的血缘关系是比较容易 可以取得那个活体移植的 可是那时候哥哥并不合适 哥哥的厌血结果不合适 就他们配对就只有配到这个弟弟 对只有弟弟是可以的 然后所以家人的 从弟弟的眼光看 就是家人觉得 所有的眼睛都是你要来 你应该要孝顺你爸爸 然后可是活体移植 其实有致命的风险 所以他很害怕 他一方面觉得他应该要孝顺爸爸 但他一方面又很害怕 然后可是这件事情 从大哥的角度 事后听到的事情是哪有 是他自己要的 我们从来不会 我们从来不可能做这种 这么不人道的事情 逼迫他要捐自己的肝脏出来 所以这里面各说各话 然后故事的悲剧就在于 后来谷口决定要捐赠的时候 结果爸爸的状况急性恶化 所以其实是回天法术 那这件事情 其实跟那个小孩过世一样 就是他爸爸本来就会死了 但是因为事情那么戏剧化的时候 所以我刚刚是不是说 他安排那个东西 其实跟很多地方是呼应的 是 但他这样子戏剧化 然后人在故事里面的时候 你会找一个人责怪 你会觉得是谷口答由太晚决定 所以救不了爸爸 可是可能不是 你想想看那种状况 就是有一个家人 他需要器官的移植 活体的肝脏 因为肝脏是可以再生的 所以是可以切一块 捐给你的家人 然后你们全家 只有你跟他配对合 你想想看那是什么状况 那第一个 然后你跟这个父亲 本来又很有心结 对 对 我觉得是这个就是 我觉得心结是很贴切的事情 就是我还是希望他肯定我 可是我也知道 他心里面并不是我的手 我不是他的手学 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做 医院里面做这种 要移植前的评估 会要精神科医师去做会谈 那真的是人间最痛苦的会谈 我做过几次 我年轻的时候 在医院的时候 那你看到这种 真的有挣扎的怎么办 例如说 一家的孩子里面 假设有两个 跟这样的父亲配对 假设有两个 那他们两个会怎么样 家人会如何决定 哪一个比较不值 你懂吗 哪一个可以担这个风险 然后通常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 会spare那个成就比较高的 会觉得说 哇塞他一个月赚三十万 他是什么什么的 然后所以你会看到大家的那种现实的眼光 那可能家中 例如说母亲可能偏爱这个 比较所谓无能的孩子 会觉得说 我们也不能因为 社会成就比人家差 就这样随便被人家拿去切 对不对 可能母亲想要维护这个 可是这时候大家就会 兴起很多家庭的控诉 会觉得说 其实孩子会变成这样 你这个母亲 有很大 你就是宠坏他 所以他会怎么这样 那好像你跟这个 这个比较无能的 没有表现的孩子 唯一的赎罪的方式 就是你现在应该要 拉着他出来 做这件事 那或者还有很多时候是 也许想要捐的那个人很愿意 但是要接受的人 抵死不从 但是抵死不从 除了爱之外 还有一种 有一种是 我们有看过那种 家庭之间的恩恩怨怨 例如说兄弟姐妹之间 然后他觉得他一辈子被你 欺负你知道吗 现在如果接受了你 这一点点小会 好像 我懂我懂 但他那种一辈子的冤屈 没有办法再伸张 他也会拒绝 所以那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这个小说里面 他提出来的这个状况是 他说 我觉得他有一句话 让我感觉非常震撼 是他说 没有人明白的说 嘿 你就捐肝给爸爸吧 但是在这个犹豫来犹豫去 医生也每次来询问说 要不要这样做的时候 没有一个家人跟他说 不要 没有一个人说不要 他说重点不是 对他来讲的重点 不是没有人开口跟他说要 而是没有人跟他说不要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 好的回到那个男人 是日本作家平野奇一郎的作品 我们最近有了台湾的中文的版本 那么跟我们在一起的是 新经典文化的副总编梁新宇 新宇 这个故事啊 大家一开始 其实就会被很多情节撞击 然后开始好奇 到底追追追会追出什么 这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条线 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就是身负探索重任的 这一个委任律师 他其实透过这个角色 在谈一些 也许是族群 也许是种族的问题 因为他是一个应该怎么说呢 韩国血统的 在日的韩裔日本人 好 韩裔日本人 你还是讲讲嘛 就是他的血统是韩国人 我其实之前没有很了解到 他说的那个什么 韩人的那个事件啊 对 那所以在日本 日本人跟这个韩国的移民之间 是有过一些紧张的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冲突 是在那个关东大地震的时候 就因为之前日韩之间 可能一直都多多少少有 但是关东大地震之后 因为那个灾情很严重 然后当时就有一些谣言 就传说韩国人去 韩国人去放火 烧日本的房子 然后你知道在一个 混乱的状态下的时候 那个讯息这样传播 那个仇恨就非常容易打起来 所以就出现了日本人杀韩国人 有一点点像我们的 可能二二八或什么就是从误解 而变成族群的对立 对而不能控制 不能收拾的一个场面 是 所以后来对于在 在日本的韩裔的人士 都会有一种好像被歧视的心理进展 就心里有那种阴影 对 可是这个律师 他根本就是一个 不太熟韩国的小孩 他虽然血统是韩国人 可是他都在日本长大 那他的所有朋友 他认识的人都是日本人 他只是长得跟日本人不完全一样 所以他就有一种心理上面的空洞 他觉得他 他觉得我跟你一样 可是其实其他人看我不一样 嗯哼 我觉得这种内心对于你生存的地方 其实有着一种 异化感 觉得你会不会被当成是一个 毕竟不一样的人 这感觉有时候很隐为 但是对一个人的人格 影响很大 还是影响很大 那为什么作者要安排这样一个 关键人是有这种背景 其实他这个律师陈户张良 他有好几个 他在他在追查理智的这个故事的 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 他有非常多的思考 一个是他自己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对 然后或者他自己 没有身份认同问题 但是环境不断的提醒他说 哎 你跟我们不一样 对 因为这整件事跟身份 是很有关系的 对 主题 是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他在那个过程里面 他也开始 他看到了理智跟骨口大药的 之间的家庭的关系 看到骨口大药 原生家庭 刚刚我们谈的那一段 冲突的事情 他会回来想 他自己跟他太太 因为他刚刚 那个时候跟他太太 有一点 有一点很冰冷的状态 所以他跟他太太的关系 这个婚姻要继续不继续 让他的小孩 他回来想他自己的问题 以及他作为一个律师 他是一个主张人权的人 他是一个反对死刑的人 然后他在里面讨论到 为什么 他要反对死刑 然后他觉得 简单说就是他觉得 因为他跟他太太中间有一段 他太太是一个生活中心 全部在那个家庭里面的人 他不能够理解 这个先生 为什么在那个地震之后 他要跑去安慰 根本不认识的人 你为什么心思不放在家里 我跟小孩不需要安慰吗 这是太太的想法 可是先生觉得 这是两回事啊 而且是不冲突的事情 你让我想起一个例子 那个921大地震之后 有一些人其实 对于这块土地遭受的疮痛 非常有感觉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 有被咨询 有一个例子咨询 那就是他每次看新闻 就会很难过 然后他会把他微波的薪水 拿出来捐款 然后有一次 就家人又在看电视画面的时候 他就站在电视机前面 然后就是靠着那个阳台的那个门 他就两行眼泪一直流下来 然后他母亲走过来 看到他在流眼泪之后 震怒 然后就甩了他两巴掌 然后他非常的错愕 想说为什么妈妈会这样做 然后妈妈跟他说 你为什么为了别人有眼泪 你有没有用过这样子的爱 给你妈妈 因为他妈妈 他妈的理由非常有趣 就是说你平常忙工作啊 他家班啊 然后妈妈心情不好 你也不会回来陪啊 或什么 然后你现在给我站在这里 捐款给不认识的人 他就是说不认识的人 然后我记得那位 就是那个 他非常的受伤 他觉得妈妈的那两巴掌 不是只有一个情绪的疼痛 你知道吗 他说 我记得他说 他妈妈那两巴掌 让他已经把他们母女的关系 打成了两个世界 因为他还觉得你是一个 就是说你对于人没有爱 没有共感或什么 其实你知道这个 就是那个个案的情绪 我很了解 怎么说 我只是会觉得 我真实的生活里面 但我只会觉得 就是打成两个世界 本来就是两个世界 对 本来就是两个世界 只是我以前不希望 它是两个世界 因此 总会有那种时候 让你发现是两个世界 比方说 丈夫死掉之后 你发现他跟你讲的身份 完全不是他自己 真正的身份 这是一种变成两个世界 就是 丈夫死了之后 天人永隔 还没有在两个世界 因为在意识的层次上 你们还共享了一个世界 可是当你发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是变成两个世界 还有他之前 这个女主角 应该说女主角 之前失去的孩子 还有我们刚刚说的 假设在族群的仇恨当中 日本人跟韩裔的人 到底有没有两个世界 可是我们活在同样的时空 它可以是平行的时空 再加上你刚刚说的 同样一家人 看撕着同样的阅历 可是两个人对于 昨天到底有没有人 强迫弟弟捐肝 全家人的想法是不同的 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我们什么时候认识到那种 到底个人跟连结之间 真正的 真正的方式 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 很震撼的事情 故事的最后有一点 我觉得读起来温暖的地方是 坦白说我还没有读到最后 我有点刻意保留 我每次读他的东西 我上次读日间演奏会 我不是跟你讲错 我读读读 我会一直停下来 因为我很紧张 这个结局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些 刚刚邓医师举例的这些 两个世界 不管它是现实看起来一个 还是是心里面感受到的那种 我希望它是两个 还是我不希望它是两个的挣扎 都是人生的 至少这段故事里面 人生的真实的常态 所以最后它找到了结局 有 然后但是我觉得最后 让我觉得比较温暖的地方是 前面我们一开始讲的 就是理智到底要怎么看待 在谷口大有 这个 不是谷口大 就是我的那个先生 跟我在一起三年的那个人 他到底是 他到底是 就算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或者我最后找到他的名字 那他对我到底是什么 他是对我是真心的 还是对我 他的欺骗跟他对我的真心中间 是 是取代关系吗 还是没有 我觉得后面你会得到一个 宽容的答案 而且是很合理的宽容的答案 大家应该非常需要 我觉得这个 这几天来读非常适合 好休息一下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 其实也不能算是介绍 应该说是 呃跟大家聊到 然后引起大家看会不会有兴趣 去读平野齐一郎的这个小说 那个男人 那最后剩一点点时间 我其实想请心瑜稍微说一下 因为你在这个领域很久了 其实我觉得即便是日本文学 或者说你刚刚提到的奖 借穿上啦 或者他之前应该得过渡边文学奖 对不对 你觉得现在的小说或是文学 有没有一些共同在转变的一种风格或是趋势 是可以呼应我们现代的 呃 例如说文化性或者说世界性的东西 我我自己觉得那个文化 或者我们现在的文化价值观 越来越倾向多元兵裂 嗯 就是以前文学的文学的发 不能讲发展 就是文学现在的方向 某种程度上也呼应这个东西 不管是他在类型上的跨越 像以前的纯文学跟类型小说是两个世界 然后如果我是一个文学作家 我是不屑写类型小说 可是呢尤其在台湾 这个在日本还好 像东野龟吾 他根本就不在乎 所以推理是算类型小说 以前算类型 可是现在这个跨界的部分是非常有趣的 那到底纯文学的定义是什么 它的要素是什么 纯文学就是一个很枯燥的东西啊 就是它是比较 你不能这样讲 那些纯文学的人会给我们留言抗议 说我们要再胡扯 没有啦 我的意思是说 我自己念中文系的 所以我当念书的那个时代的那个纯文学 是很内心 很不喜欢写这些情爱 不喜欢写这些东西 要讲精神层面的东西 所以很多读者进不去 你的内心跟我的内心 你用一个又用一个很文学性的表达 所以我其实对我来讲很模糊 但是文学的路数走到现在 其实越来越有 我所谓 那可能也比较跨界 可是我们用跨界的角度来理解 就是一个好的文学质地的作品 它同时可以有很大众的元素 然后就像平时其他样的东西 它里面谈爱情 谈家庭 谈悬疑 但是你不会觉得它不是文学小说 你不会觉得它只是一个一般的爱情故事 或者你不会觉得它只是一个推理故事 推理完就没有 这个推理路数其实你会看的 就像你刚刚讲 你会看一看要停下来深呼吸一下 家庭之间 家人之间 所以那个文学性 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 就是 所以那个文学性 比方说它在铺陈这样子的 感受 或者说 其实它的 我觉得它其实在故事的情节 营造的顺序 然后那个 你被激起的感受 跟它下面要讲的事情 这个顺序 跟比重 然后 这个各种元素的这种调配 它本身是一个很高的技巧 其实这是写作技巧 这个就是任何一个人知道 假设你 我们家 我们现在这录音室有三个人 我们都都决定了这个故事 可是你写 我写 跟宜徐乃写 其实我们会写出 完全不一样的小说 对不对 我们的顺序 然后每一个环节 写几页 或内容 从哪个角度去写 我们这里要先讲哥哥的讲法 还是等一下让弟弟的讲法先说 然后中间要不要再加一个妈妈的 一个身影 或者故事 这其实 其实它就是一个 说故事 或者是说 在它的文字里面 当然有使用文字跟语言的技巧 所以 我想理解的一件事说 所以在理论上 这些东西如果是在一个侦探小说 或推理小说里面 它就叫做类型小说 那这些 我刚刚讲的这些铺陈 这些安排 不叫文学手法 是不是 叫 我觉得它是文学手法 它应该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要来 把它划分 因为我们现在进 其实我们现在会在推理小说里面 看到很好的文学的知识 但是如果要再把时间推回去一点 以前还是二分的 比较清楚的时代的话 如果类型小说 可能是在那个类型的情节上 比较重要 它背后要探讨的人生 心理层面的东西 可能稍微也没有那么重 就是可能 我们想象中 如果我用好莱坞电影来比较 你会很期待说 等一下会怎么样 对于这中间的那种 高潮叠起 那种中间怎么去酝酿 你比较没有那么在乎 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跨界 所以有一天我们也有希望 把这个讲心理疾病 跟家庭治疗的书 写出很文学性的东西 是有可能的 其实你现在看很多 我们刚刚讲好莱坞 好莱坞有很多科幻片 其实虽然因为好莱坞的 那个特效的关系 然后因为你要掌握电影院 两个小时的情绪 观看情绪 可是当他 有些很多是小说作品改编的 他在小说作品里面 除了大量的情节之外 还有科学的知识之外 其实到最后 所有科幻讨论都是人性 对 人性我非常有兴趣 但其实写人性跟心情的东西 常常就是会让人家觉得 很抽象跟很无聊 所以现在很多 很多人其实想要借由故事 或电影的情节 来谈心理跟精神层次的事情 但是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一部很满意的 这样操作的东西 我常常会觉得 通常都会面临一个关卡 没有办法突破 就是在讲那个心灵层次的事情的时候 跟情节 没有办法感觉那么的顺其自然 会有一点好像 你就知道他一定要套这个 因为他要解释一个 什么事情的那个状态 好 那么剩下的就留给大家好好的去享受了 日间演奏会擅长时 我读了蛮久的 然后当我发现他们不会在一起 然后他最后会跟那个 看起来完全是不属于他的人 结婚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痛苦了好几天 有你有共证 然后后来又慢慢的平复 平复了很久之后 就现在又会 其实会有一种延续 会觉得说 上一部 我印象很深的是 那个太太其实并不是真正能够 那个太太很了解她 可是又很不了解她 对吧 很了解她 现实层面当中的需要 或看得懂说 你这个人就是精神上 有什么的特长 也就是现实生活里面 说起来是弱点 所以那个人非常适合 当他太太 可是你又会觉得说 他们的心灵城市 并没有办法像她 跟书中的第一女主角 那样的交会 好 所以我们就带着那样的遗憾 然后现在看到 这一本小说的时候 会有一种奇怪的桥接 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太太 在丈夫死的时候 终于要面对 他其实不认识她 而且有一种很微妙的 一种 你怎么不会反过来 想说平野 他不会端出同样的菜 所以这次可能是另外一种 对但是这个反过来的东西 就是会延续前面的那个阅读 会让人有一种高兴跟期待的感觉 好 剩下20秒给你介绍一下 书展的时候 我们要期待什么 对 平野奇狼会来台湾 哪一天他会有讲座呢 8号 你也还不确定就是 有啦有啦 好 8号 8号晚上 对 晚上吗 对8号晚上6点左右 在那个主题广场 哦 那8号非常精彩 因为8号的下午 我要跟82年生的金志英 这么好 作者对谈 所以8号大家一定要来到书展 应该 好 今天非常谢谢星宇 来上我的节目介绍小说 真的非常的辛苦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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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